欢迎大家回到第176,即这里的乌克兰五间战报 大家好,今天是8月18日 战争已经去到176天,即是过了几天半年 最近,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形势都是有点微妙的 包括乌东地区,俄罗斯是有进一步推进的 包括在巴赫武,尤其是巴赫武的南边,西南边 现在的情况是有打上来的 东北边那边也是受到的 所以现在这边有点担心 另外,阿夫迪夫卡那边 近截迪克城市那边的战场 在西南边有个地方叫做比斯奇 大家听我们战报都说了几次 比斯奇的位置也是有点民地水 现在应该超过八成就被人拿走了 剩下,可能西北也守不住 M30那边会有机会被人铲进去 如果铲进去之后 应该会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出现 有点危险 乌东其他地区,例如斯洛文斯克 或者西维尔斯克有零声的推进 但斯洛文斯克那边,乌克兰的军队 其实优势就明显少少 可能有一部分处理 现在不在斯洛文斯克那边 所以那边的推进 基本上都是被乌克兰挡住 乌克兰在附近 之前拿了一些地 尤其是在国家公园里 拿了一些地的情况 西维尔斯克也没有特别 巴赫姆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巴赫姆有一边在石膏厂 我们经常见乌东地区有一个特色 乌东地区是一个工业区 所以有很多厂 大家发觉是吗? 化工厂、钢铁厂 是的,经常有很多厂 现在都是在厂内守住 苏勒达那边有一个石膏厂 顶住俄罗斯军队 所以没有让他们一直推进下去 好,南线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因为南线之前都是炸桥为主 所以南线这边也不太多 但是哈尔科夫又有些弹炸他们 所以哈尔科夫这边的情况 可能经常都有些导弹 经常都会有些炮火、军击 最近向了哈尔科夫 应该是昨晚射了五飞导弹打他们 没有办法 每次都是这样的情况 希望如果西方军援那些 防空导弹 可以放一两个在哈尔科夫 因为每天都被炸 真的都挺惨的 乌南这边有些公路附近 有机会做些暴雷 俄罗斯不想乌克兰那边打得这么入 现在主要争夺就是那条地上捕线 乌克兰也想炸一条很过瘾的 就是在梅尼托波尔那边的地上捕线 炸到它就博通不了其他地区 因为梅尼托波尔 大家记得 这个位置是四中八达的 它就可以去到乘波罗烟 又可以去黑热虫 所以炸得它好 其实它的地方很多公路和铁路都连接不了 所以现在都应该是被攻击的对象 我想现在最常见在黑热虫这边就是HIMAS HIMAS不停轰炸后方的弹药库等等 俄罗斯也有尝试在利古拉耶夫 也尝试在乌德山的地区也是轰炸他们 轰炸主要是用S300轰炸 是很落后的 但也没办法 另一个更坏的方式是用T22M3 用一个都不太准的导弹 KH22 炸附近一些城镇 炸这些地方 还有它又用BM21GRAG 这枝东西又去射核电厂 很贵的 它又去射核电厂 尼科波尔 今次又射40碑 像Simon King昨天有报过数 昨天射了60飞 今天射了40飞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天都少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够炮 他之前是100飞 好像不是很够弹药 是100飞 现在是40飞 我们继续看 看看是不是乌克兰炸到他没有弹药 他现在真的省着用 40飞 不过你也麻烦 整天就差点没位置 他迟早的危机行动 都是出事 真的有点害怕 如果他这样弄下去的话 真是含勾银 很可怕 只有他们不害怕 只有他们不害怕 每个人都害怕 神经病 战方就差不多了 大致没什么很特别的变化 现在是有点塞住了 不过今天也有些位置讨论一下 包括什么呢 包括车臣的含家产 车臣又有新招 又搞什么 又有新招 要和大家交代一下 因为大家知道 车臣的主持人就是卡德罗夫 是的 这个人很喜欢讨好普京 他怎样讨好普京 他讨好普京 就是他答应了普京 他会给他们四个志愿营 每四个志愿营有多少呢 我就不肯定 可能每个志愿营 我想大概千里二千人吧 他怎样填满那四个志愿营呢 他填不满 因为他们在国内也找不够人 俄罗斯自己国内也找不够人 所以问题是他们的志愿营 大家知道是稳定的 那些contract 是不是会给钱 都开始走数 越来越少人参军 他们衰得怎样呢 车臣的仆街 去那些村子的老人 他们真是绑架了那些年轻人 先绑架了他 首先硬捉住他 然后冤枉他的山豬肉 你有这样那样的罪行 这样冤枉他 然后逼他划压 类似的事情 然后再跟他说 现在你有这样的罪行 现在一月冲军 很恐怖 然后就被人踢上战场 你想也没想过 这样也可以 跟当年国民党的拉藏丁去抗日也差不多 真是 很糟糕 拉藏丁也死了很多人 但是你叫抗日 你也叫 现在你是侵略 你捉人去侵略 真是神经 很浪费 这些 是的 而且他之前好笑的是 他们想捉一些人 他们去哪里 他们去了乌兹别哈 去了塔吉哈 吉尔吉斯 你会印象这些东西是中亚五国那些 就是 他去了这些国家 就想哄他们 你不如加入我们军队 第一有钱 第二个就是 你来了 你可以进去俄罗斯做公民 你不用再在这些九等穷国那里 做公民的了 你过来我们的强国 俄罗斯 真的 我没想过 如果你乌兹别哈 塔吉哈 我都承认你 是九等穷国 老实 俄罗斯也是七等穷国 是不是 不是特别有钱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吸引力是否这么大 但是他们是否说俄语 有一部分是 我相信 可能有点身份认同吧 我猜 但是好像也不成功 这招也不太成功 所以最后 卡德罗夫 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捉那些年轻人 他们捉回他们自己国家 车臣那些年轻人 然后就上战场 但是你又不是帮 其实你不是帮车臣打的 你帮俄罗斯打的 非常奇怪 你为了自己个人欲望 现在有个说法 就是他们的人是不满的 但是又可以做什么 是不是 整件事是否很奇怪 你想想 穆斯林 大家知道车臣的人 是信伊斯兰的 他们是穆斯林 但是你想想 那两个国家 一个是信东正 一个是有些是沟天主 两边都是耶稣那边 这边就是穆斯林 那你要那些穆斯林 就是为东正教的 去打天主教的 哇 这一场真的完全想不明白 所以他们的国家 那些人应该 他们的国家 应该都很愤怒 我这么看 就是代入我们的角度 大家怎么看 这件事都真的挺 在我角度 在现代战争都可以做这些事情 这场战争真的可以有多落后 就有多落后 好落后 越打越落后 现在 我老 唉 真是很古怪 三明兄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 老个人立他军队 然后呢 就要打一个 其实都九不八八的 乌克兰人 他们都不知道 知道乌克兰在哪里 这一切都只可以说是非常符合俄老的 就是我们对俄老的stereotype 他真正显现出自己的本性就是这样的 越来越退化 然后科技又没有 钱又没有 都只可以说他越来越像当年的蒙古 真的 就是那种落后的心态 和那种野蛮性 你很难想像在现代社会 俄罗斯也叫做大国 对不对 就是还看到有这些东西出现 还有大规模的 这些发生 就是没有办法的了 之后欧洲再和他脱轨之后呢 他就真的自己变回蒙古 野蛮 就是金像汉国 是啊 他应该是 不是的 他应该传承了金像汉国 就是蒙古那种 野蛮 是啊 非常奇怪 就是现在变成了中亚地区那边 就是那些人他们都不管了 因为他们现在在西面那些 应该不肯进去的了 就是他们那些 没有了 就是欧洲那边的人口 应该都不理睬他们 没有进去了 然后就捉了你 没收了你的户口 买了你去 买猪仔 买了你去面链 卖了你去面链 卖了面链之后 就要做一些 我们叫做骗案 就是打电话 电脑那些骗案 要么就熟悉他回香港 不知用多少钱 几十万 你不是 就要电骗 便骗他三百万 便放他走 嘩 最恐怖的是 如果不放你走 最后 就是没人理解你 假设你又做不到 可能最后就被人拖 就是逐个器官 我都不想说下去 这件事非常恐怖 这么恐怖? 是的 我觉得现在都是差不多 这群人做的事 都是差不多 很人渣 是吧 你抓人去 其实都是死的 老实 大家都知道 那些车臣 车臣最出名的 以前就是CQB 这个是马卿领的字 就很熟悉 车臣是CQB 他这个CQB? 是的 即是打业利音 那年代 他们都打到俄军 一波一波一波 那年代 那年代真的是 那年代是真的 那年代的车臣 是的 很厉害 格洛茲利那件事 所以 我想车臣 他应该是出名的 这段 你说现在卡多罗夫 那年代的车臣 车臣真的变天 完全变了 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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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很有理念 我们也有些同情 虽然他国际人质 那件事做得不太好 大家感受到 好像有些无辜 被你伤害了 但对他们的国家是同情的 因为被人都很惨 逃穿的 真是 俄斯的国家 是的 而且欧洲很多国家都要多谢 多谢车臣 如果没有车臣和俄佬打一仗 其他国家都不知道 我会原谅俄佬 可能会再进侵 所以很多东西就加上北约了 反而经过 第一次车臣战争 很多国家就立刻决定了 不可以相信俄佬 这个人是不可以相信的 就立刻 很多国家就开始申请入北约 即向西方靠 叶利欣也想申请入北约 当然不让他进入了 让他进入 还搞和 真是神经病 这个人真是不让他进入 是不是你不让他进入 他的外套 他的外套 真是搞笑 所以这件事是很纹灭人性的 现在你总之不要理会 老套了士兵回来 然后就踢他进去打仗 其实都是做炮夫 应该都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训练 哇 简直是炮夫 上去被无人机炸 真是惨 现在就是其中一个 我听到的新闻 我觉得这件事都挺惨 听下去 那些人民很无辜 突然被他捉上去 又不知道去哪里 去乌克兰 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正路 我又不是说 车神一定是个个都在家 但老实 他们都去到九等狂国 那正路都没有什么国际观 所以很惨 突然被他捉上去 真珠打架 不能搞 好 那我们再说另一个 另一个也是搞笑的 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士兵 俄罗斯的士兵 他打输了 然后被俘虎 他被俘虎之后 他打电话 就回去报平安 我想和母亲 他打电话的时候 他妈妈不理他 他妈妈说不想跟他说话 那时候打通了 然后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人 跟他说 喂 你个儿子 可能被我们捉了 现在他在我们那里做了战夫 你想和我儿子聊一聊 我妈妈不聊 他妈妈是否完全感受到那种耻辱 还是他们的国家做得太好 那件事真的很搞笑 你看到他们的弟弟是否做得好 这件事真的挺搞笑 就是说到战夫 大家发现这个位 他是不是有害怕被人骗局 有害怕被人骗局 这个也不是太肯定 但是就是有点搞笑 这个真的有点搞笑